这不比外婆卖那大盘鸡像样啊 像样多了啊 炒鸡连炒带炖的反正是我们俩 这样晾汤点 我这个竹子 就是我不是给它泡水里了吗 这个根 你这个三四天拿出来控一控晾一晾 完了我这个鱼每次换一半的水 这种同学刚才说我平常叫他都是 我平常称呼我们小宋同学是没有称呼 就直接说话 然后就是拍视频的时候我会称我对象呀 先生啊小宋同学呀帅哥呀这等等都是爱称啊 然后我们饭后西瓜 我平常就是我不太好意思叫不出老公这两个字 我觉得有点麻烟云 对有点麻烟云 明天我就要回家了 小宋同学 你会不会想我 哎呀媳妇回家我都活不下去了 我怎么感觉 嘴角压不下去了 哈哈哈哈 媳妇你回家我就跟太球像一个也没有 嗯 那你可高兴死了是不是 没有 没有 朋友们好我是蜜蜂 今天晚上 是我回家之前的最后一顿小吃啊 明天我就回家了 逃离上海回到东北去了 哈哈哈哈 其实没有啊 因为什么呢朋友们 我是一个低到东北人 新朋友不知道啊 老朋友知道我是刚来南方财租了这半年多 冬天我体会到了冬天有多冷 夏天的时候还没体会到吗 这不刚体会到这个没雨季吗 没有说的不好 其实我还觉得挺好的 最起码这个皮肤比较白嫩是不是 回家主要是因为主播我 我是一个之前啊三农主播 嫁了人之后 嫁给他之后 我是从我们老家 我是农村的 跟他来到上海 都不算嫁到上海 是跟着他来到上海 因为我们两个人 都是东北人 他的工作是在这边 然后我就跟他来到了这边 我呢六七月份得回家继续 我们家是养风的嘛 我刚才说是三农主播 我们家是养风的 从我小一直到我这么大 我家都是养风农 以养风为主 六七月份正好是采蜂蜜 采蜂王江的季节 我要回去继续我的老本孩啊 这个是实话 其他的都是作为我 一个地道东北人的 一个身体感受啊 不是说南方好 北方好 其实在视频当中 我也说了我那个北方干啊 干的这个手裂纹 你说他能好吗 就是习惯 对就是一个习惯问题啊 咱不是说是哪好哪不好啊 没有啊 从来都没有 你好像怕点啥 我确实怕点啥 但我走的 你怎么感觉都高兴呢 没有没有 其实我这两天心情 一直很压抑你知道 媳妇要回家了 感觉自己特别孤独无聊 朋友你说像吗 我怎么感觉他说不像呢 你看他笑的多么的 没有 我感觉他的笑容已经控制不住了 就我要走 没有 再有我们十堂会也不加 嗯 咱俩分不开几天 对 然后再一个就是 我们俩不是领证一段时间了吗 很多朋友也着急说 你们俩领证了 这个婚就是婚礼 这个仪式到底什么时候举行呢 我们俩这次回去 他7月13号往家走 然后回去商量一下看看 订一下酒店呢 然后就婚礼 这个一套这一套活 回家了回家了 今天早上起个大早 四点多起来的 去赶飞机 飞机买的早 出发 回家 朋友们回家的心情 永远都是这么的激动啊 今天起的大早 买了老早的飞机 赶飞机回家 四点多我就起来熟了 6点01 我们到达机场 飞机起飞 烟雨朦胧 烟雨朦朦 再见 飞机起飞晚点了 正常是7点50起飞 现在已经8点10几分了 应该是下雨的流行吧 10点半飞机降落 还挺快 然后我出这个航站楼是10点50 不是到了长春我就直接到家了啊 我还得在这等车 等那个跑线车 然后回我们吉林白山老三队 11点05 我坐上车了 看看我几点 才能从长春机场到临江老三队啊 朋友们我到家了 下了飞机 11点上的车 现在是3点多 4个多小时到家 哎呦你胖的我天哪 你说说他虎被熊咬的 胖然了 我这边都给他控制了 一顿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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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这边的帮子都吃了了 他是不是到岁数了 那是 那么这个眼睛我们这边没有收衣 有收衣也不敢给他做 所以这个眼睛就是拖着 是没有办法 因为我们自己家也不会整 大家啊 你都多少斤了你啊 你多少斤了你啊 200斤了 嗯 嗯 嘿嘿 可原跟我提啊 我爸呢 够里呢 嗯 早上中午回来 今晚上吃一口就跑了 看我们家这小院 你回家老叔 多带劲啊 土豆茄子 韭菜 香菜 小葱 生菜 不饿菜 这豆角啊 嗯 黄瓜 啊 黄瓜 小白菜 小辣椒 哎呦我天 这找黄瓜 沟里还中点碗 这小院多现呀 哎呀 亲戚呀 你做的啥好吃的 我做的红烧柚 哎呀妈真香啊 我是早上 我今天早上五点起来的啊 从早到晚到现在三点多 整整十个小时 2200多公里 十个小时回家可还行啊 你说我们这个 求个生存哈 求个生存有多难 讨个生活有多难啊 从我们这个大东北的一个 边境城市小山沟 跑上海去的 我爱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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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多难啊 你吃了 我爱你 你吃了 我爱你 你吃了